就是一个地球离开太阳的故事 刘慈欣的《流浪地球援助》 粗浅的用一句话概括这本书就是 太阳要死了 人类把地球改装成巨大的飞行器 逃离太阳系寻找新家园的故事 人类为什么要逃离太阳系 以及怎么逃离 在不久的未来 天体物理学家们发现 太阳400年内将急速老化 在这一过程开始的瞬间 太阳会突然爆发 产生害赏 把地球给气化掉 之后会不断膨胀 涂抹地球的残渣 变成红巨星 于是人类为了躲避这场灾难 就开始策划逃离方案 最后决定把地球改造成宇宙飞船 逃离到距离四光年左右的 半人马座比林星 人类为了让地球停止自转 用了42年 做了12000台地球发动机 有的发动机比珠峰还要高2000米 这些发动机是人类建造力量最大的机器 有些单根全公路运行时 能将大地产生大约150亿吨的推力 这些机器被安装在了 能承受他们的亚洲和美洲大陆的平原上 他们精确的分布与推力 杀住了地球的自转 这些旁人大物也给地球带来了不少灾难 从发动机启动的那天开始 它产生的困热 并周围温度飙升到了七八十摄氏度 这些发动机的加速造成的潮汐 通过了北半球三分之二的大城市 带来的全球高温融化了极力冰川 洪水波及到了南半球 地球还没启程就已经面目全非了 为什么人类没有选择制造大型的宇宙飞船逃离 这是因为 一 人类的技术原因 只能造出来上海那么大的飞船 生态系统太少无法长期航行 二 最近的半人马座没有行星 飞船去了也没地方停 三 最近有行星的恒星在850光年以外 飞船飞过去要17万年路程太长 四 只有像地球这样规模的生态系统 才能维持生命不息持续几千年的航行 地球发生 一关沧海 水河淡淡的山道送 树木松河 白苍锋芒 千锋消散 千锋称 仇 vacation 烈国勇气 一静年 成 三个이지 华为序 第二次 约上面 四 二 三 金锋芒 月圈 他 美 hundred 雨 多 物 gotta 最遥远 却不知道你就要去向阿琳 更不知道你一去不坏 今天 还不知道啊 你和思念那多更远 明天 更不知道啊 我们要带着家园回向水 在地球准备拖离开阳性的阶段 地面的环境变得不落不落不失以身体 人们都会摸入地下族 在这个时代 死亡的危险和逃生的欲望的压倒 而且 人们开始不在乎生死以外的事情 除了当前太阳的状态和地球的位置 没有什么能真正的引起人物中暗 大家恐惧的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地球需要让太阳更湿的圈而进行加速 才能离开太阳系 所以离太阳近的时候 人们会紧张害怕太阳爆发 如此暴復 人们就陷入了 最终是难度 而且地球对超级发动机这个阶段 也出了很多问题 地下城经常会有研究设计 说明主角还小的时候 她的猫猫就被这种岩浆搂去了生命 主角长大后 在奥运队上和一个日本女孩 夹带子相爱并结婚了 在这个年代 身还在身上冲青 为三对夫妻 只有一对可以生育全体 人家造了恐怖的海空战舰 保护在地球周围 发现核弹或反复着炸弹 来清理地球周围的雨时 对小行星的雨时 还是会不断地撞击地球 这个记忆会加剧 这个时代 人们内心的恐惧 你看它们 幼珠地下室 头顶身的地表 还不断被小行星轰炸 一天到晚 就大过年一样 拼命荒冷的 地球发动机 还不断被雨时摧毁 最重要的是 人们最后是什么是死 谁都不知道 主角的附险是一位空军 他就是在清理小行星中 被碎片击中牺牲的 流行虽然凶猛 但好在发动机 在地球航行的背面 被死坏并不断 可以保证正常航行 人类离开太阳回道后 就没有昼夜交替了 东半球将会处于夜晚 2500年左右 直到抵达目的地 才会重建过 西半球会处于白天海景 直到地球 离太阳越来越远 后来地球行驶到了木星轨道 藉由木星的附近 地球加速 达逃越速度 离开了太阳的陷阱 从此地球开始了漫长的流浪 随即地球进行了 200年持续的加速減量 这一阶段 亚洲大陆上一半的山脉 都将被用作燃料消耗掉 在这个过程 我们的灵球阳光 我们的灵球阳光 各大陆上的城市和植被 都大了 南面穿成了暴露 人们脱离太阳气候 便从太阳会爆发的恐惧中解脱 但恐慌并没有出现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触碰15人的想象 就要从主角的妻子 佳戴子说起 当人们不在恐惧太阳爆发时 他经常心神不定 常常扔下孩子不保 一个人出去旅行 最后佳戴子 拉主角一起去了 他经常去的地方 在那里 佳戴子用天空望远镜 让主角看到 安然无恙 并没有像预言中爆发的太阳 与此同时 很多人也在这里看着太阳 思考着什么 于是 即便后 一个可怕的说法 像野火一样在全世界蔓延 人们认为联合政府欺骗的群众 太阳 根本不会爆发 这一切都是联合政府 鼓固统治地位的阴谋 很快 无数人开始相信这个说法 终于走成军队 拿起武器 准备把联合政府推翻 夺取发陆机的控制权 回到太阳界 加戴子 也加了反抗军 但主角没有加入 他加三代同军 并且他的父亲还为国捐缺 他相信父亲便加入了政府军 人们对政府的阴谋论 仅仅过散了三天 汉军就在全世界遍地开花 汉军有道之处 人们群其想知 几乎所有人都开始相信 离开太阳系 就是个天大的阴谋 之后政府军 也开始人心涣散 相继倒戈 马上开始全线崩溃 两个月后 大势已去了联合政府军 在地前发动机控制中心 陷入包围 主角就是这残存军队中的一名少校 在这他得知 七分家带子 已在战役中阵亡 剩余的这些政府军 整天喝得烂醉 无心战斗 最终男主和这些政府军也叛变了 因为他们也都开始相信 离开太阳系是政府的阴谋 人们攻占了地球的驾驶室 驾驶室里 站着五千多联合政府坚守岗位的人 这时政府的最高执政官宣布投降 他声称 投降是为了保护地球发动机 和希望活下来的人们保持理智 他们把信念坚持到了最后 以及对看不到真理被证实的那一天 表示遗憾 这五千人最后的结局是 在众人的唾弃中 被赶到了零下一百多度的冰海上 全部被冻死 撑了冰雕 人们对他们的愤怒 觉得就这样弄死这帮人太过嫌恨了 其中有个小女孩拿着大冰块 就像一个老者咋去 主角甚至想把几十次前 预测太阳会爆发的那帮天体物理学家们 从坟墓中挖出来 再弄死一万次 人们认为 就是这帮专家变态的想象和骗局 才毁掉了地球和人类的分泌的结局 当岸上十几万愤怒的人 看着这五千多人在严寒中 被折磨得冒冒死去后 大家开始唱起了我的太阳 一个小时后 人们的眼睛突然什么都看不见 因为这个世界 现在笼罩在一片 墙壁的白宫中 太阳 此刻爆发了 岸上十几万人的内心 只有三个才能形容 杀X了 他们全都呆呆地站着 几个小时后 太阳开始膨胀 成为了一颗红巨星 太阳死了 想念五十一 但幸运的是 更累了 还活着 18月之星 若出其钟 心寒散烂 若出几零 日月之星 若出其钟 心寒散烂 若舒淇淋 记得 我们一起坐在海边看天 好像已过了千年万年 那天的大海天一样蓝 我们的地球阳光散 在一只家人流浪蓝天 蓝天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